前表性胃炎在胃部疾病中发病率较高,如果还伴随着胃部泌烂,容易形成前表性泌烂性胃炎,起来相对复杂和困难,因为胃是身体内部的器官,因此护理盒都有难度。 早期及时控制对病情恢复大有帮助,日常的饮食条理以及十分重要。 前表性泌烂性胃炎如何正确饮食? 1. 糜辣性前表性的盐,患者饮食上面避免进食过热,粗糙或者香腥的食物,减少食物对黏膜的刺激,可以多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烟熏,腌制食物等要少吃。 饮食注意清淡,减少食盐摄入量,而增加纤维素的摄入,含有较多膳食纤维,的食物具有抗癌作用,进食之后可以避免食而止肠出现肺痒。 另外,纤维还被认定为健康元素,能够促进沾蛋白的分泌,保护食而止肠。 3. 前表性泌烂性的盐患者,还需要控制饮水,避免胃酸缺乏,可以多进食促进消化的食物。 饭前饭后不要喝水,保持正常的消化活动,且不可暴饮暴食。 4. 饮食需要定时定量,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,采用少吃毒残的方式,进擦过程要细加慢液。 胃炎患者注意节烟节酒,刺激性食物不能进食。 1. 放松心情是未病的第一步,精神紧张容易加重未病,应该避免,在期间保持心情舒畅。 2. 不要出现焦虑以及不安的情绪,容易导致胃粘膜障碍以及危机能异常,尽可能减少情绪上的应激反应。 3. 相处紧张情绪,对胃炎康复才有帮助。 如果病情十分严重,应该及时到检查病,而期间需要预防细菌感染,幽门螺旋感觉会造成胃炎及其他消化道的毛病。 3. 胃炎疾病首先要幽门螺感菌,除了慎用药物之外,可以实断增加运动,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能力,加速胃部排空,增强消化能力,有利于胃炎的康复。 3. 专家指出,前表性泌烂性胃炎患者需要截烟戒酒,因为抽烟会导致胃痛,扩约激功能也会损伤,严重时导致胆汁反流,胃炎膜受损。 因此需要截烟,酒精则会导致黏膜冲血迷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